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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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再次恶意犯规 终于自食其果 时长约54秒 大家觉得身体对抗最激烈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呢? 足球? 橄榄球? 篮球? 还是拳击? 抬拳道? 小编觉得这些都不是 身体对抗最激烈的运动项目其实是游泳 那么问题来了 游泳都是一个人一个赛的 谁也不挨着谁 怎么就有身体对抗了 因为小编说的并不是游泳比赛时身体对抗激烈 而是在游泳比赛开始前的热身阶段 那身体对抗可真的叫一个刀光剑影 大家还记得2015年喀山市锦赛上的小风波吗? 孙良和巴西一个女游泳选手在赛前热身的泳池离起了冲突 然后女孩就告老师了 老师把两个人叫到办公室里 无非就是那么几句粉儿 老师 他骂我 老师 是他先听的我 因为游泳的热身池实在是特殊 目前还没有哪个项目像游泳这样 大赛前不同国家的选手 得己在一个热身池里 像下饺子一样坐在前热身 下饺子是什么概念 想必大家暑期去海边都体验过 这部 亚加达亚运会的热身池里又出妖蛾子了 而这次的双方当事员是中国和韩国的女游选手 有人又告老师了 所以媒体们才知道 据悉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老师 中国辣女的串 露我肚子两脚 老师 不是这样的 明明是韩国那丫头先踢了我脸 说来也真是奇怪 像跆拳道这样的项目 有时候两帮选手 都会表现出谁也不进攻的消极 但到游泳比赛热身的时候 大家打得不可开交 说到韩国的运动员 那可是班上公认的调皮捣蛋分子 尤其他们老找中国运动员的事儿 咱们中国和日本的友谊 基本都是靠韩国队员为职着 一二到一三赛季转到俗华世界杯德国战上 在女子1500米决赛里 我国选手李金柔一人挑战三名韩国选手 在赛程冲刺阶段 韩国队的崔基权与李金柔产生了身体接触 赛后 崔基权被判罢犯规 按说这是裁判判的 裁判也不是我们中国的 应该没啥好说的吧 然而 镜头却捕捉到了如下一幕 崔基权若无其事 等他正在窗外躺着李金柔面前划过 并输时迟那时快 瞅准时机 并灵活运用了篮球的半转身动作 精准的给李金柔肚子上来了一拳 等作一气呵成 让李金柔甚至来不及反应 小编我看这次选手只参与肃华真是取材了 那运会间像爆哥撒打什么的 帮助韩国独排应该没啥难度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一般咱们和韩国赛场外发生争执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为止接近争对手 所以 排外交的重赛区 自然少不了围棋 别看围棋选手一个个平时都肆肆我闻的 那时起排外交来 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在我们和韩国人的排外交PK中 我们也不总是吃亏 在第十九届战争飞维棋赛上 韩国媒体就曾指责我们国家的选手唐维新 与韩国棋手进之膝下七十打格 不过 唐维新这个比起韩国选手来说真的也不算 什么 要说排外交之丰富多样 韩国围棋的传奇棋手 曹勋森绝对是祖师爷了 比如在对手思考的时候 高歌一曲 有一次 他甚至逼得日本棋手 戴了一副耳机 再比如 在与中国棋手周赫阳对局是把鞋脱了 鞋脱了就算了 这还不算啊 曹勞还把袜子脱了 放在棋盘边 其实韩国运动员也并不是一致对外 有时候他们疯起来 对自己人也是一视同仁的 至少在一点上 韩国人做到了公平